孟兰 正好有话 要对公子讲 请 孟兰 孟兰 为何今日欠我 不如往日亲近来 往日若是有让公子 误会的地方 实属是孟兰的错 公子拍下连生方 孟兰心中千恩万幸 日后定当尽力做好搏头 再无其他 还望公子明白 这是为何 公子有何不解 若拍下连生方的是张公子 刘公子 孟兰也须将自己一并奉上吗 这是商界规定 还是人情暗虑 你知我不是的 孟兰 我以前没问过你 我今日只问一次 你心中可曾有我 公子可知 这世间情子 偶有间如磐石 多得如浮云一般 不必入心老舍 孟兰 你可以不信别人 信我一次可好 公子请自重 舒姐姐 回来了 我与你同去 丫头 金大哥 敬你一杯 咱俩有艳园 以后这赌方若有人滋事 我帮你评 孟兰谢过金大哥 这赌方有云公子做东家 想必日后定是太平 来 干 凤霄生动 玉虎光转 此眼前眉景 千惊难迈 奈何良辰美景 却无红袖天香似是遗憾呢 你错了 说红袖天香 太过轻薄 人间多少不平视 情路不顺 算得几何 我倒替你感觉到悲哀 你说你这个人 心里竟无 竟无一分热气 柯姑娘缘何要疏远公子 公子可知道 你心中藏着千万事 并非累落之人 可有些事 又只有你看得透 或许还能提供解决之道 我确有一事 你能否为我保密 我姐愿意帮孟兰托吉 也答应我 可以娶她回苏家 那苏姑娘开的条件是 休息商道 接受苏家产业 此事此困或许可解 你有法子 可以不依靠佳姐 帮孟兰托吉 要脱离剑吉 许打通岳方司 唐孝作为南都赌叶的龙头 必定和岳方司交情匪迹 找唐孝 这不是洋入虎口吗 她当初便已 帮孟兰托吉 要孟兰与她为妾 条件皆可商量啊 苏公子 你若信我 此事交于我如何